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嘛带一只鸟回来 你稍把给我好不好 死掉了吧 哇 橘子你怎么又带了一只鸟回来啦 你最近怎么都喜欢抓东抓西 而且他怎么抓到的啊 抓小鸟最厉害的 哇我觉得 而且好像是白头翁耶 你怎么抓到的啊 他那鸟好像流血了耶 哦不 哇这个 橘子啊你这样不行啦 你最近怎么都喜欢 外面抓的是什么 好啦你不要再抓了 在哪里 你跟你把他丟在椅子上干嘛啦 哇 我的妈耶 哇我这个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死掉了耶 死掉的话把他拿去买好了 哈啰 哈啰 老婆來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一個忙就好 你幫我把笨斗拿起來就好了 幫我讓我接 因為他把他丟到我椅子上 我想要把那個 我沒有手 我把他 我把他拿出去 那肚子都是活的喔 這裡的都是鳥毛 橘子你幹嘛 太誇張了啦 那這個 這隻鳥鳥應該是死掉了 我應該要把他買一下好一點 我要把他買在哪裡 我不想隨便把他丟到懸崖下面 怎麼抓到的阿 你看貓一直在哭 把他的類物抓走他一直在哭 有點 有點太誇張了 不是我家貓真的是要怎麼辦到的 他 一天到晚都很會 抓到 一些有沒的 前幾天他抓那個 很大隻的蜥蜴進來 阿今天不知道用哪裡抓 好久沒看到他抓到鳥了 天啊 好險不是抓老鼠 可是這鳥鳥這樣好可憐喔 欸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把他放去哪 對這隻鳥有點不好意思 我家外面的野貓都不至於抓 這麼多動物 也許是我沒看到阿 但至少眼不見為盡 但我家貓出去玩時不時 其實也沒有時不時 他很久沒有去抓這些東西回來過了 什麼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到 又去抓到一隻 一隻 一隻 哇 我的天 白頭翁是不是 真的是 不好意思阿小鳥鳥 你還活著嗎 看起來應該是去了 唉唷 我也很喜歡鳥耶 我覺得很可愛你看 這像白頭翁的生物 唉 對不起啦 對不起 如果你還活著那當然是 最好 但如果 唉 如果你已經去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唉唷橘子阿 我的天哪 我家的貓 怎麼 太誇張了啦 我就想說 他剛只有從我窗戶進來 他怎麼會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叫的有夠難聽 我想說那應該是奶茶 因為他叫聲比較像奶茶 原來是他抓獵物 發出那奇怪的叫聲 我真的是傻眼耶 我真的是傻眼耶 熊熊你會不會很傻眼 不會很傻眼 那個鳥太脆弱了啦 他上次抓那個蜥蜴 那個蜥蜴 我把他救出去 他還活著 這次這個鳥是直接 暴血去世捏 而且還不是什麼麻雀 也不是什麼 什麼那種八哥 他抓的是那個白頭翁捏 頭上一圈白白應該是白頭翁吧 應該是你把他騎一下交來換 把他外面養一堆鳥對不對 橘子阿 你不要一直去外面抓那些 人家也是生命耶 好扯喔 你好扯喔 你好扯喔 蛤 浴室都是毛嗎 浴室都是毛喔 我看 你看這也都是毛 那個鳥毛 他剛剛還在那邊玩 他丟到餐桌下的時候 還在那邊抓起來拋 然後我突然一瞬間 想到那個鳥都不見了 他把他拋到椅子上面 剛好也好讓我可以把那個鳥弄起來 太扯了啦橘子 你平常那麼優秀 猫什麼啦 他平常那麼優秀 抓獵戶的時候 一點都不 都不 都不能死耶 媽什麼 壞貓 因為我家貓 我家貓都會出去玩 控制不了 就是每天都出去玩 然後每天都幫他們開 開門讓他進來開窗戶 我說後來我受不了 所以我幫他裝上這個 所以他們剛是從這邊進來的 我們剛從這邊進來 我這邊不給他們出去 但是他們時不時會進來 出去玩 所以我就會 懶得幫他們開 所以我就幫他用這個 讓他們直接進出 你看他又要出去了 你要出去了嗎 不要吧 你才剛回來 你不要再去抓鳥鳥了 不要再去抓鳥鳥了 這集算是 分享一下 偶爾的經歷 他總是會抓一些東西進來 上次他就抓那個 差不多這麼長的吧 這麼長的蜥蜴 然後藍色尾巴那種 那因為蜥蜴生命力也比較強吧 我發現的時候 他抓進來 我趕緊用掃把弄出去 還好那蜥蜴還活著 然後我就把家貓關起來 以免他又把他抓走 啊這隻抓了鳥 這好像是他 我養他這四五年 他第二次抓鳥進來 所以其實頻率很少啦 看到還是會覺得很可怕 而且會覺得對鳥鳥很不好意思 好啦那這一集就這樣啦 就是 剛好記錄 拜拜 拜拜